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的官媒真的非常關心BNO的議題 在過去一個星期 幾乎每一天都至少會有一篇報道或評論 是談及到BNO 而且他們的文章所採用的角度 往往就是要向香港人痛塵利害 講明了香港人移民到英國之後 可能遭遇到的生活難題 而在昨日人民日報的微信公眾號 又發表了一篇人民裔評 標題叫做 英國政客打護照牌 不過是想拿香港的中國同胞做籌碼 好了 他到底這篇文章裡有什麼重點 第一 他們批評 說女女打出護照牌的英國政客 並不是真心關懷香港人 為什麼呢 他們就嘗試掃諸歷史 說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 當年中英即將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 有些香港人出於對未來的擔憂 想移民英國 當時的英國就擔心 會否因此而增加到本國的就業困難 於是便急忙地修改國籍法 規定英國屬土公民是沒有居英權 隨後 英國更加以法令的形式明確規定 在香港回歸之後 英國屬土公民護照一律會改為BNO護照 不僅同樣是沒有居英權 而且還不能傳給下一代 故此他們就說 這個BNO護照是假裝關心香港人的東西 恰恰就是將香港人拒諸門外 如此反諷也說明了 英國政府從來沒有真心為香港人考慮過 但現在英國首相約翰遜 正正公佈了所謂的5加1計劃 現在他們正想承擔當年沒有進度的道義責任 為何又會掃諸當年的歷史呢 真是不明白 與其說說歷史 不如說說現在好過 當下這一刻他們似乎真的想接收這300萬的BNO護照池有人 只不過如果你叫我去研判的話 我也會認為 絕大部份的香港人 就算在英國公佈了5加1方案詳情以後 都會選擇留下 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 人是有惰性的 與其離鄉別井走在一個根本陌生的地方 不如留在這個舒適圈 在這個conference zone那裡繼續生活好過 第二 到底有多少人 是捨得放棄在香港所有的基業 人脈 就業崗位 諸如此類的事情 故此 我認為官媒對於這個議題 真是過分擔憂 作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應該要有多少大國自信 至於香港人 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 一定會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 接著這篇報道說到 說英國的脫歐公投 實請BNO護照池有人都想參加投票 結果被英國官方打臉 說其實是沒有投票權的 而在今年4月的時候 部分香港人滯留在秘魯那樹 然而秘魯政府要求 持有BNO護照的持有人 必須在英國大使館同意之下 才能登上特區政府所派出的專機離開秘魯 結果英國大使館根本不樂意去理會香港人 算不算是關心香港人呢 既然說到英國這麼差 仍然有些人盲頭烏盈地捉過去 便由他們捉過去 事實上列舉這些例子 真是沒什麼意義 起碼來說 沒什麼香港人會被說服得到 如果要增強說服力 應該怎樣做呢 至少都要勸喻那幫 在香港擔任高級官員 在文澤班子有職位的人 要他們所有的直系親屬 都要先放棄英國公民護照 英國公民真真正正 困一聲 有居應權 比起BNO護照更高一等 根據大陸的邏輯 如果那幫高級官員的直系親屬 連BC都不肯放棄 但是另一方面 又叫那些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 不要去英國定居 喂 那到底這些說話 是說給誰聽才行 哪對友人會服先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勸他們 取消了英國國籍 這樣說話 就真的夠大聲了 只不過 那幫香港人 肯不肯是聽你說服呢 都是另一回事 好了 另外這篇文章 講到另一個重點 就說 英國是不歡迎移民 所以才脫歐 他怎麼說呢 就說眾所周知 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 就是移民問題 英國自己都迫不及待 他就是要擺脫移民問題的困擾 能夠真心真意地為香港人計算嗎 看看英國網友的反應 就知道 這裡沒有足夠的職位 也沒有空間留給其他人 這些人到樹自邊 要建這麼多的房子 我們還有草和樹留低嗎 實情我們都說過很多次了 英國主流民意就是歡迎香港人 至於說 在歐盟去英國的移民 那些人又不是香港人 那些人就是來自五湖四海 什麼人都有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 就不同於香港人 不能直接作出一個比較 另外這篇文章還說到 說香港人如果真的去英國定居的話 就是會入不敷之 這篇文章引述了香港媒體的一個數據 說如果通過BNO護照遷居英國倫敦 一家四口一年的基本開支 就要去到八十萬港幣 六年下來就要接近四百八十五萬港幣 還未計其他日用品的開支 相比較而言 倫敦已經是英國收入最高的地區 但是平均年薪才是三十六萬港幣 以五加一的方案來計算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門檻無形抬高了 也說明得到 英國的政客 其實真的不是很想在香港問題上 給自己增加一些具體負擔 我覺得 既然市民如果去到英國賺少錢 他自然就會懂得自行調節的支出 比如說 你說到八十萬港幣每年的開支 他不住這麼近市中心 住遠一點 再住市交一點 行不行 又或者 計算所謂的飲食費 竟然說九萬三千元一年 他再吃便宜一點行不行 在自己家裡煮行不行 再買些便宜一點的食材行不行 他自然會懂得節衣縮食 你便有鬼他去 不需要你擔心 你說他入不敷支 每一個人平均年薪才只有三十六萬 兩夫妻做事都是七十幾萬 但開支就八十萬 這便正好讓那些人去到英國 體驗一下當地的資本主義生活 是多麼艱苦 他們才會亦苦思甜 懷念到在香港繁榮穩定的好日子 懷念到在香港一國兩制的好日子 你便讓那些人去體驗一下 他分分鐘回來更加愛國愛港也不一定 這篇文章最後一段總結是這樣說 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明眼人都看得出 英國政客突然關心 為的就是自己政治塗謀 而絕非為香港人的生計 再說 外邊的誘惑再多 都不如家裡的溫暖 更加不好說 這是誘惑 抑或是虛幻的存在 能夠堂堂正正 大大方方地做過中國人 做過香港人 又有什麼理由去國外做過二等公民呢 最後那段就是掃諸家國情懷 實際我也覺得 如果有些人仍然是不遇所動的話 你也應該由得他去 他去完之後 這一股的家國情懷更加之會濃烈 因為你只說他就聽不入耳 你等他去感受一下 他就會知道中國的好處 香港的好處 英國的壞處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 加入美國媒體的分析 CNBC的分析 就講到 中國人民銀行 香港金管局 和澳門金管局 上星期聯合公佈了 大灣區的跨境理財通 反映中央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給大量資金湧入 突顯香港的地位仍然穩固 藉此吸引外國金融機構留下 一家投資公司的首席投資官 埃亨說到 跨境理財通可能會帶來大量的資本流動 這個舉措 其實就是想重申香港的金融地位 是沒有受到威脅的 而且也為外國的金融機構 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理由留下 至於牛津經濟研究院的 高級經濟學家 Tommy Wu 說到 儘管美國強烈反對港區國安法也好 但至今所採取的反制措施 仍然相當溫和 負面影響在短期內也不會太明顯 而且在近月流入香港的資金也十分強勁 他相信在今年餘下的日子 資金流入仍然會維持 實情我覺得 就算這個分析是真實 也無可厚非 就算通過了港區國安法 大陸也是想保持著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這是必然的事 至於你說他怎樣放水進來 諸如此類 就算是又怎樣 而且這個分析裡面說到 美國的制裁措施 至今都相當溫和 事實上也是 因為美國現在所採取的所謂制裁措施 實際上是非常輕便的 表面層面 是不干涉到聯繫匯率 或者是不干涉到金融機構等等 但如果美國真的落實相關措施 那對香港的影響當然很大 但現在見不見到會有呢 暫時都未見到有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